- 各位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- 各位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- 各位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- 我是 Sandy - 各位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- 我是李悠 - 從昨天到今天LED整個紅通通的列 - 是的 - 那你怎麼看接下來的發展 - 好的你看喔 - 時間很快的一個禮拜過去了 - 那我們禮拜 - 從這個禮拜有沒有 - 這個禮拜二開始 - 回補多方缺口之後 - 開始慢慢的大盤就越來越強 - 越來越強 - 而且資金一直不斷的流進台灣 - 那流進台灣 - 到底可以買什麼樣的產業呢 - 昨天我們有跟大家介紹過 - 對 - Mini LED Micro LED - 整個未來長線的發展 - 好 雖然說這個發展是長線的 - 但是股票市場 - 它就預先反映未來 - 好 所以因為金電跟隆達 - 已經確定在這個地方 - 他們宣布說要整幣嘛 - 但是是不是現在就一刻整幣 - 其實還不是 - 還需要這個股東臨時會來通過 - 甚至於要國外的其他公司 - 反托拉斯 - 反壟斷的這個法令 - 通過之後 - 確定沒問題了 - 它才會做合併的動作 - 好 但是這個產業 - 真的非常非常的 - 具有一個未來的前景 - 好 我們看到金電跟隆達 - 是不是槍槍聯手 - 對 - 兩個都是大公司 - 一個股本有150億 - 一個是50億嘛 - 好 那兩個合併起來之後 - 股本變成68億 - 怎麼感到縮小了 - 對縮小了 - 對 因為金電 - 它用一股 - 換這個新的A控股公司 - 只有0.5股 - 那隆達用一股 - 只能換0.275股 - 所以感覺上這個股權 - 是變小了 - 那股價當然是會變高 - 那未來呢 - 就是由金電 - 直接提供LED的精力 - 給龍達 - 那龍達 - 它就提供幫這個金電 - 做LED的封裝 - 還有做模組的部分 - 好 那這個地方 - 我想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- 後續的發展 - 這是一個新的控股公司 - 不過今天兩家公司的股價 - 應該都會有反應啊 - 都是一個比較偏中性的看待 - 中性的看待 - 好 那當然我們剛剛提到 - 因為兩家公司合併之後 - 未來股本是變小 - 變成68.6億嘛 - 資源會變集中 - 本來這個兩家的股本都很大嘛 - 這個金電股本很大 - 那你要讓EPS變高 - 不容易嘛 - 沒辦法賺那麼多 - 現在股本變小 - 對 兩家公司的資源 - 人力全部都集中的話 - 那研發也集中 - 未來這個獲利 - 會大幅度的提升啊 - 好 所以金電跟龍達 - 它都已經領先同業了 - 好 那蘋果 - 將來要佈局這個MicroLED - 當然是直接找這個金電嘛 - 直接受惠嘛 - 所以我想這樣子的公司呢 - 大家可以特別的留意 - 那你看其實整個 - LED的產業鏈嘛 - 是很廣很大嘛 -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了 - 好 所以裡面的公司 - 裡面的股票呢 - 昨天就先噴了 - 而且一檔一檔 - 昨天很活潑耶 - 還攻上漲停板非常強 - 最活潑是哪一隻你知道嗎 - 你看中間那個地方 - 中間的地方 - LED的封裝 - 這個包含像榮創啊 - 昨天漲很多 - 那包含像這個威天 - 還有這個 - 還有這個 - 威天是最誇張的啦 - 表面黏著的台表科 - 好 我們來首先一檔一檔看 - 你看這個威天 - 威天 - 威天是誰的子公司 - 你知道嗎 - 是誰 晶電 - 晶電啊 - 晶電轉頭是子公司嘛 - 它一天昨天就噴了30% - 股價經過橫盤整理之後 - 就噴出嘛 - 但是威天 - 它是做這個大功率的 - 各種這個LED產品的應用啊 - 算是一個比較 - 下游的一個產業 - 可是因為它是新貴 - 新貴沒有漲跌幅限制 - 直接30% - 從早上開榜期好像6% - 後來漲到15% - 15%已經漲很多 - 後面又漲20% 30% - 漲超過很誇張 - 但是昨天已經先噴過了 - 只是反應 - 因為晶電停牌不能買嘛 - 如果是買這個威天 - 就狂噴 - 可是大家留意啦 - 新貴的股票交易是比較有風險 - 第一個是沒有漲跌幅限制 - 第二個它穿價也有可能不成交 - 因為它是用人工去點的嘛 - 好 那再來是 - 它是用平均價的概念 - 昨天收盤收30% - 今天開盤可能就 - 平盤價可能就開27% - 所以它那個 - 大家可能要衡量一下 - 要小心一下 - 好 那再來惠特 - 惠特 - 它是提供 - 它就是賣這個LED的分選機 - 給誰 給晶電 - 因為晶電 - 因為晶電要做這個miniLED - 它必須要買這個設備 - 就是跟這個惠特買的 - 而且惠特它就是直接的受惠者 - 你看昨天經過橫盤突破之後 - 直接漲停 - 漲停 - 可是漲停隔天通常會是什麼 - 隔日沖的賣壓 - 會有一些昨天先買的 - 那今天可能就想說 - 它要賣出來 - 好 那台北澳客也是一樣 - 昨天漲停 - 而且它是突破這個 - 下降趨勢線 - 它做這個SMT的 - 表面黏左打鍵 - LED的打鍵 - 那蘋果供應鏈自一 - 昨天只是噴漲停 - 光紅 - 光紅也是一樣啊 - 光紅它之前前面那段 - 你看前面那段很噴 - 漲停 - 天天紅 - 因為之前有那個疫情的關係 - 那它有做一個UVC的 - 生紫外光 - 殺菌燈 - 殺菌燈 - 除了可以應用在我們 - 這個一般的燈光裡面 - 還有包含應用什麼 - 就是你知道那個 - 我們平常每天在喝水 - 水裡面可能有微生物幹嘛的 - 消毒 - 紫外光 - 或是那個烘碗機有沒有 - 對 消毒鍋 - 這個殺菌燈 - 全球的產值高達250億美元 - 而且群創跟融創 - 都是它的大股東 - 你看昨天噴出也是直接逛到漲停板 - 那包含像3437的融創 - 它是做封裝的嘛 - 它有副爸爸 - 鴻海 - 鴻海跟群創 - 也是他的副爸爸 - 鴻海透過這個保新國際嘛 - 那這個群創透過這個群移 - 這個創投公司 - 來進行一個轉投資 - 昨天也噴出喔 - 也噴出大漲 - 那包含像萊寶 - 萊寶 - 萊寶你看喔 - 萊寶昨天我們跟大家介紹過嘛 - 萊寶它漲的原因是什麼 - 因為它轉投資耐創 - 啊耐創做什麼 - 這是microLED嘛 - 它掌握microLED的關鍵技術嘛 - 小的 - 最後面都是小microLED - 而且這個萊寶大股東 - 是萊德嘛 - 是萊德 - 那萊寶本身它是做這個PMOray - 昨天有給大家看一張圖片嘛 - 就是做像這個運動手環 - 運動手環 - 或是什麼智慧手錶等等 - 那種小尺寸的面板 - 小尺寸的面板 - 好所以我想昨天它也是噴出大漲 - 雖然沒有大漲停 - 接近 接近 - 好所以我想相關的標的呢 - 這些大家長線都可以持續的 - 去做一個追蹤跟關注 - 但是要特別留意 - 不要追高 不要追高 - 想要收到最即時的財經消息 - 也歡迎加入Leo的LineAds或Telegram - 財經即時通 - 我們下次見 - 拜拜